现如今拼多多的商家是真的有啊 为了卖货那是不择手段 除了各种仿造大牌的假货之外 连明星代言也开始造假了 所有人都知道 肖战在维护资深利上有多刚 这份刚硬不仅仅是针对造谣 污蔑抹黑他本人的黑粉 更会针对对他商业价值有影响的无良商家 杭州远软服饰有限公司 可是因为侵权问题 被肖战告了三次都没有手软 本以为一些无良商家 会在肖战的代言问题上就此收敛 谁能想到都2023年了还有人出来挑衅 起初是肖战一个粉丝 在逛购物软件的时候 发现有人盗用肖战的头像 去给自家店铺做宣传 说白了这种行为就是侵权 这个姐妹直接用肖战并没有 代言也没有推荐过 你们产品来告知商家 要求商家撤销肖战的代言图片 毕竟对于肖战的代言品牌 不太了解的网友来说 如果真的因为他们看到了 所谓的肖战代言就去购买 看似是增加了肖战的商业价值 但实际上是损害 然而这一家无良商店的客服 竟然直接回了一句 小客服不认为肖战好看呢 以此来挑衅粉丝的指出错误 令人搞笑的是 这家商店既然认为肖战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用他的照片呢 况且肖战粉丝与该商家的对话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 都是商家理亏 毕竟是商家侵犯了肖战的肖像权 还造谣肖战的代言 当粉丝指出来时 商家明知故犯还出言挑衅 然而更加令人抓马的事情发生了 当有听闻此事的其他粉丝 再一次去到那家店铺时 惊讶地发现 这家无良商家 不仅没有下架肖战的照片 他还将王一博的照片加了上去 旁边还写着全球好物推荐官 好像他真的脸大到 可以让肖战王一博同时为他代言 不 这还不是代言 这个商家甚至没有能够 让他们两个代言 仅仅是给了一个推荐官的抬头 这还能忍 于是不 不少肖战粉丝都开始拿着 该商家的截图 以侵犬照片 私信肖战工作室 要求肖战工作室告黑 同时 也在向电商平台投诉该商家 只不过 很明显 这个商家是老油条 今天用肖战的照片 明天用肖战王一博的照片 后天又换成了其他艺人 主打一个让艺人告的时候 难以找寻证据 奈何肖战粉丝的人数 确实不少 他们已经联系了工作室 到时候自然有法务与品牌来谈 就是不知道这个商家 能不能扛得住 我们不可能会去 ch